最近中国喉舌媒体《环球时报》评论文章认为 美国驻华使领馆做不了犯案官员的庇护所 而且说他们决定不了中国公民的命运和未来 有分析指出《环球时报》的论调或许可以避免以后的官员仿效王立军 也打掉了上访者千方百计往美国领事馆跑的心理 起码可以做临时保命所 要不然早就被自杀或被意外了